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买完保险就可以高枕无忧了 再也不用管了 其实呢还有一些小事是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比方说保险公司的这个电话回访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个电话 里面还是有很多玄机和奥妙的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啊 难道回访不成功还会对承保有影响吗 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 先说一下买完保险之后 保险公司为什么会做电话回访 那主要的是为了充分保护我们消费者的知情权 防止一些素质不高的代理人误导我们 银保监会规定保险公司凡是售出超过一年期的保险之后 必须进行电话回访 回访会全程录音 万一将来出现理赔纠纷 这份录音也可以作为双方的证据 那回访一般都会问点啥呢 一般来说电话回访的流程很快 就几个简单的问题 比方说是本人投保的吗 保险条款都了解了吗 交费交多久能保多少 每年交多少钱等等这些基本问题 因为保险公司每天会进行大量的电话回访 所以他们一般语速都会很快 有可能一口气就问完了 但是我们自己可不能复言了事 如果遇到条款不太清楚的地方 一定要仔细问清楚了 别嫌麻烦 因为一旦你发现自己的保险买错了 或者哪里和保险代理人讲的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还能在犹豫期内退保 及时挽回损失 那如果回访不成功会影响到我们的承报吗 现在回访的形式非常的多样化 除了人工电话回访之外 还有机器人电话回访 就是机器人模拟真人语音给你打电话 此外呢 还有短信回访 邮件回访 微信回访等等 相信大部分人一听对方是保险公司的 就挂电话了 或者是手机自动把保险公司电话拦截了 没接到电话 再或者是遇到机器人电话回访 但是机器人无法识别我们的回答 这些都属于回访失败 这时候会怎么处理呢 保险公司会一直给你打电话 打到回访成功为止 所以说我们接到回访时还是要好好配合 不过其实你一直回访没成功 也不会影响你的保单生效